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太廚房 今天香太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去濕很強勁的茶飲 就是香茅意米茶 陪我去街市買材料 香茅 我想煲茶飲 香茅 香茅配什麼 香茅配 青檸 青檸 還沒拿出來 香茅 還有意米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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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香茅意米 水回去煮 九層塔好吃 下次來買 下次來買 快點放這麼多東西在家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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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 謝謝 香茅 青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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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兩個 三個半 一個 有這些米子 做米子卷或炸的春卷都可以 月南春卷 月南米子卷 香茅 青檸 蜜糖 加點意米 好 好 解暑 Stunde 秋天 秋天就去濕了 去濕 哈哈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很多錢 好 OK 多加 以下就是今日所需要的材料了 畫面看到這個份量加6杯水煮 這樣就很好喝了 為何說今天的茶很有強勁去濕的功效 因為香茅和意米都有很好的去濕功效 有些觀眾可能會問 生意米和熟意米有什麼分別 畫面看到左邊就是生意米 右邊就是熟意米 生意米它的熟性比較寒涼 所以我們要炒一炒它 避掉它的寒涼 如果你買一大包回來的意米 可以一次過炒它 炒到有香味 你聞到有香味的時候 就可以關火 攤凍它才進入瓶 因為如果你不攤凍它進入瓶 瓶裡有些濕氣 就會很容易有蟲蟲或發污 所以一定要放涼了 攤凍了才進入瓶 就會儲存得好些 生意米是比較重 熟意米就好像泡菇一樣輕 不需要處理它 待會洗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等這個意米放涼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了一些香茅 香茅我們洗了它才拍扁 切了一個根部 之後就拍扁它 薑我們會連皮一起煲 因為如果你只放薑肉 就會比較醋 連上薑皮就燉均勻 這樣就適合一些 如果你放很多薑 你想放很多薑 加很多薑 可以的 但最好就是中午之前喝 因為我有小朋友 大小幫忙喝 所以我不放太多薑 我放這一塊就夠了 如果不是太辣 他們不喜歡喝的了 為什麼今次我會放椰棗呢 是因為香茅盡量都想 一些糖分在天然的食物那裡吸收 即是食放出來的 譬如冰糖 片糖那些都始終是煮過的 如果你不想放椰棗 或者沒有椰棗 你可以放紅棗 現在秋冬時間都ok的 但如果夏天就放冰糖都ok的 因為二米比較寒涼 所以我放些薑 因為始終是秋冬時份 秋冬時間就不要喝太寒涼的食物 我放些薑就可以中和 就沒有那麼寒涼 又可以去濕了 很多朋友都以為 去濕就是潮濕天氣 春天才去濕 其實不是的 冬天如果你又少做運動 又少出汗 那些濕困在你的身體裡面 這樣你的人就會很濕 就會睡得很累 所以偶爾也要煮去濕茶喝 煮這個就最好 不過了 香茅你一定要拍扁 它才會出味 出得更加香 你用什麼方法 例如我用刀背 或者整把刀拍下去都ok 兩個方法都ok 看看哪個方法你方便自己 香茅的頂部 我們就不放下去了 你可以放在窗邊 給點香味 匹一匹蚊蟲 香茅剛才說 為什麼呢 如果你放很多薑的時候 就要中午十二點前喝 因為十二點中午之後 陽氣太盛了 如果你喝很多薑的薑茶 有刺激 還有個人會燥 所以盡量 如果你放很多薑去煮茶 最好就中午十二點前喝 十二點之後 就不要喝很多薑的水或者茶 如果不是就不要放那麼多了 其實香茅煮薑水已經很香很好喝 但香茅想去濕更加強勁 要不不煮要不加進去 一次過去濕氣 連續喝兩天 之後再煮其他滋潤湯水或者滋潤茶喝 就更加吸收了 畫面見到這個青檸 香茅煮一滋潤去 才擠汁出來 就更加容易了 香茅今次選擇青檸 為什麼不用黃色的檸檬呢 是因為青檸的維生素C很豐富 以及有虛痰的功效 而且它虛痰的功效 比這個甘吉還要強勁 這個青檸特別在夏天和秋天用 飲食就最好 但是春天就不要吃那麼多青檸 畫面見到這個就是椰棗 椰棗的糖分小朋友大人都很容易吸收 以及消化的 如果你說香茅買不到椰棗 或者很懶不想放椰棗 OK不要緊 你可以放冰糖 放紅棗都OK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喝這個香茅茶 因為香茅又可以去濕 有例如你感冒頭痛、胃痛、風濕鼻痛 用這個香茅沖茶飲就十分之好有香 尤其是天氣開始轉涼了 秋天 你有時看到出去很曼太陽 今天應該很熱 不帶外套出去 穿著短酒衣 怎知道晚上回家的時候 很大風很寒 這樣就很容易攝傷 很容易感冒 所以有時間煮一下香茅茶飲也很好 當然除了煮這個香茅茶 記得帶外套出去就最穩陣了 香茅一定 其實一年四季 不要說冬天 冬天就帶口褲 春天 暖暖的時間 夏天就算很熱的時間 我都會帶件薄褲或屁肩出去 因為一熱一凍 例如商場的冷氣 就很容易攝傷 你知道我生了小孩的不可以生病 因為要照顧小孩 所以生了小孩之後就更加多這些東西 我自己想回 今早突然想回 我年輕時未生小孩 我外出不會帶件外套出去 不會太疼心 我自己一個人不需要有責任 但現在自己的身體很重要 因為要照顧小孩 這個茶我們煮45分鐘 因為加了二米 如果你不加二米 香茅和薑 其實你煮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有很多朋友都會問 為什麼又要加生二米 又要加熟二米 其實因為生二米比較寒涼 但許許濕的功效就好過熟二米 而這個熟二米的功效 它的健脾能力又較強 所以如果兩樣配合一起用 又可以健脾又有去濕的功效 又可以中和生二米的寒性 最後煮好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青檸汁 如果煮完出來 你都覺得不夠甜 可以再加少許蜜糖 就更加滋潤了 好了介紹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和朋友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有另一個食譜 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